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一点时间的话按一下暂停 有一个私人账卜的话可以到我的网店浏览 如果你们接入我的会员 你们可以看额外的账卜影片 还有你们可以学习一些相关雷诺们的一些知识 全部的信息都在以下的说明框框里面 也包括你们的时间轴、时间线、号码的时间线 一直以来都在那个说明框框里面 点下去你们就可以看得到了 好 那我就会先从12号的朋友们开始看起 就是什么人数即将进入你们的生活 或者即将走向你们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13号的朋友们 好 我收到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呢 这个人是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你了 然后这个人已经离开你的生活了 你有一段时间在等着某一个人来传简讯给你 一直等 你们有些人是你们的情人 有些人是你们的朋友 嗯 我是有感受到这个能量 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拍卡 是某一个人呢 是想要跟你修补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人呢 是你的灵魂伴侣 也换句话说 他是你的前世的亲人 亲人 还有就是好朋友 他不想要就是切断你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 他在等待一个好的时机来修补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 让我看一下这是什么状况啊 你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一些不太好的一个 可能是有一些秘密隐藏的执着 或者就是个性 有一个人的个性不是很好 我是觉得是他 他的个性不好 然后你就切断了他 而你们两个人各走各的 你们闹得还蛮僵的 我是看到有一个僵的人 他们可能上升太阳月亮有处女座 水瓶座 双鱼座 天蝎蝎座 天蝎座 射手座 巨蝎座 巨蝎座 我形容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有些你们是你们的亲人 前前就是以前任 有些是你们的朋友 这个人其实跟你闹得蛮僵的 这是我看到的 他有一种特征 应该是讲说他以前的特征 因为你们太久没有联络了 这个人是属于比较幼稚的 我是看到就是有一段时间 你会期盼或者期许 就是这个人会回来道歉 或者就是跟你示好 可是你等了一段时间 这个人终究就是没有回来 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之后 最近他们就会想要就是 进入你的生活 会走向你 因为他们想要修补 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人他每次有点反反复复 或者每次做出一些 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事情 然后每次呢 他做出一些 你有一点看不懂 看不懂的一个状况 然后你不是属于很惊喜 你其实是蛮惊吓 就是为什么他这样做 你知道吗 你是处在于这种 心里有一点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然后 你总觉得就是 你们 总觉得你们做错了一件事情 就是呢 跟他们分享 就是你们的心事 你们有点 那时候的你们 就是过去的你们 其实有点后悔 或者觉得 不应该吧 跟他分享 就是你很多的思事 还有心事 你们那时候的你们 就是过去的你们 其实是蛮 觉得就是 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 然后倒出来 你总觉得就是 你非常珍惜 就是你跟 这朋友 或者亲人 前任的这个关系 可是你总觉得就是 他不值得你的付出 他不值得你的时间 他也不值得你的爱 然后 他每次做出一些事情 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 然后你其实 有点不太相信他 因为 我总觉得这个人 背叛了你 我感觉到就是 他做出一些令你 不开心的事情啊 而这个 现在他已经改变了 我觉得 觉得就是 他现在有一种 好像在 反思 或者在 反省 的一个 状况 好像有一种 风向改变了 他的 命运啊 没有像以前 那么精彩 应该是这样 他生命当中 发生过一些 不太顺遂的事情 然后他回想到你 然后发现到你 对他的好 这是我感觉到的 所以 这个风向 或者就是 他的生活当中 已经有一些转变 没有像以前 那么顺风 顺水了 所以 他才珍惜 就是 你其实是蛮关心他的 所以他才留意到 你这个人是很珍贵 在他的生活当中 你是他重要的人 可是问题是 你们之间 已经锻炼很久了 这是我看到的 然后 我刚才也有提到 就是这个人 是你的前世的 亲人 亲人 或者好朋友 你曾经有一度 就是跟他蛮亲的 因为你们有一些 前世的联系 前世的连接 所以你第一次碰到他 过不久 你就跟他之间有一个 你们不是当 很快就变成情人 不然就是很快 变成好朋友 一种觉得 跟他有一种 非常熟悉的感觉 我是觉得他回来 他因为他不想要结束 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 他想要就是修补你们之间的状况 他总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呢 其实你们之间的这个 有情或者爱情 有情或爱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他总觉得你会给他一次机会 这是他的看法 至于你会不会给他多一次机会 因为真的要看你 你跟他还蛮熟的 就是我感觉到以前 然后他是在等待天时地利人 或者就是一些好的一个征兆 或者就是在等待一个好的司机吧 来进入你的生活 让我来描述一下这个人的特征 冥王星就代表这个人可能有强大的控制欲 然后我很喜欢乱乱的猜测 怀疑你 然后我是觉得就是 你没有做过的事情 他总觉得你做过 可是实际上他只是医生医鬼 然后这个人有很强烈的这个 控制欲和执着欲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他这个 有点极端 他做的事情有点极端 这是我觉得 他做的事情有点极端 然后你们在这个友情或者爱情当中 其实有一些权力的斗争 所以想要就是看一下谁可以掌控谁 可是到头来 你也不是一个喜欢掌控别人的人 应该是讲说 你也是一个不喜欢别人掌控你的人 你想要掌控某一种局面 所以你们两个人都不 有一种好像有点不想不太想要示软 然后就是硬碰硬 所以这导致就是为什么这个 你们之间的关系会破裂 这个这个人呢 他有时候还蛮自私的 他有他自己的态度 所以他非常在乎就是别人对他的第一印象 或者非常在乎就是他的穿着打扮 我是觉得他非常在意就是别人怎么看他 然后他有时候他大部分都会讲自己的事情 或者讲我我我的一个他讲话的时候 如果这是你情人的话 他们基本上是前任情人 这个人其实是蛮有很强烈的一个信誉 好不管怎么样 这张牌卡如果再讲就是一个有情的话 因为你们有些人是有情 有些人是爱情 我感受到的 所以如果是有情的话 这个人又印证了就是明就是 就是有一种很强烈执着的一个能量 我是觉得 然后他有一些秘密 就是我觉得他曾经跟踪过你 可能就是秘密的在查 就是秘密的在查就是你的社交媒体啊 或者打听就是你的消息 他对你有很说不出来的那种执着跟放不下 然后巴工其实代表一些黑暗面 或者黑负能量强烈的负能量 我们所谓英文讲Duck Energy 所以是非常强大的负能量 所以我是也有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不知道 可是问题是这个人 他喜欢去放大一些东西 就是以前的他 他喜欢放大一些东西 比较戏剧化的一个人 他也可以代表就是他有点贪心 所以这导致就是你们两个人 有一点没办法合了来 这是我看到 你们有些人是在国外遇到这个人 或者在大学的时候遇到这个人 或者你在学习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遇到这个人 旅游的时候遇到这个人 或者你们在教书教课的时候遇到这个人 墓星也可以代表就是 墓星也可以代表就是这个人 他有可能是跟灵修宗教信仰有关的 所以你们可能有些人是在宗教信仰的场所 或者灵修的场所遇到他 你们有些人是某一个人的满月出生在医院 或者我也是看到就是有些人是在伤你的时候碰到这个人 这个人很喜欢挑你的毛病 我也是感觉到你也蛮喜欢挑他的毛病的 可是问题是他挑你的毛病之后 他还是放大 他还是在不断的戳你 就好像他已经在你的伤口上面撒盐了 可是他嫌不够 然后把整包也在你的伤口上面继续的撒 所以这导致你们两个人有点合不来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他非常的对你非常的犀利或者一直在挑你的毛病啊 这是我感觉到的 可是你们有异度跟他好的时候啊 你们其实我是觉得你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 这是我看到的 你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 你们曾经可能就是读同样的大学或者曾经旅行过去旅行过 可是我是觉得就是旅行这个或者大学这个不是你们每一个人啊 可是他做事情比较细腻一点或者你做事情比较细腻一点 所以有一种互相学习的一个状况 你们曾经其中有一位啊曾经遇到一些合不顺遂的东西 就是有一种崩溃的边缘 然后你们其中有一位扶持了另外一个人 所以这导致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他的愿望啊就是要修补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看到的 可是有一度你们的感情其实蛮不错的 你总觉得就是这个人好像是你的梦 理想中的朋友或者理想中的情人 这是我感觉到 你们有些人很有可能也是小学的时候 小时候的时候认识这个人啊 因为圣杯六嘛 代表小时候你们就认识了 可能是青梅竹马的一个状况 你们曾经吵过架啊 然后有点意见不合 我总觉得就是有一种好像你们可能有些人 小部分的你们是因为你们已经不在同样的朋友圈了 所以各走各的 小部分的你们是毕业之后也就在也没有联络了 或者没有再跟跟这个人碰面了 我是看到就是久而久之啊 就是到现在啦 因为太久没有联络了 他曾经造成你的伤口这件事情 这种伤痛啊 你们已经放下了 这是我感觉到的 你们这放下的 有些你们根本都不知道我在讲的事情 你们有些人你们知道了 因为这个人已经太久没有出现了 到你自己都没有印象 你们有些人是你们小学同学 有些是大学同学 如果真的是小时候的玩伴的话 太久远了 可是这个人真的想要找一些方式去联络你 走向你 这是我看到的 我是感觉到就是之前啊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或者是他的朋友的时候啊 你一直不断的付出 你是那个付出的人 可是问题是他没有在 顾虑到你的感受 他也没有关心你 他没有在乎就是你的感受 你的情绪 他一直在讲他自己啦 我是一种觉得有一种这样自私的人 所以你们之间的友情爱情结束了 然后这张牌卡也是代表太久没联络了 或者你们有些人还封锁他 这张牌卡也代表封锁了 或者就是太久没联络你搬家 或者你搬到其他的地方 他根本都找不到你 好这个人基本上 我是看到就是他想走向你 可是他找不到你 可是可能近期你会收到相关他的信息 因为他有他的坚持 因为你这个张牌是问就是什么人 人 人事物即将会走向你嘛 所以 他会想办法接近你 这个小孩的牌卡也可以象征这小时候你就认识他了 可是我感觉到就是这个人蛮幼稚的 更多来自于就是小孩的牌卡是代表他蛮幼稚的 如果你问我你喜不喜欢他的话 从这个张牌我看到你们好像不太喜欢这个人 以前啊可是你们有些人 因为问题是你们已经放下过去的这个恩恩怨怨了 这是我看到的 你们已经放下了 可是至于就是你再次碰到他 可能你没有像以前那么讨厌他 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接纳他 这个真的是要看你们哦 好我希望就是这个账卜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啦 所以你们准备一下去迎接这个 这个很久没有碰面的 亲人或者朋友吧 就这样子了 拜拜 好选5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什么人数即将走向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几个牌卡 有个灵魂伴侣将走向你哦 看一下 这张牌卡是逆位的 不准备了 不准备了 我是觉得你遇到这个人是突然之间没有预想的 没有意料到的 在你意想之外的一个人 我感觉到你们的感情啊 我感觉到很重的那种感情的能量 我看到有一个灵魂伴侣即将会进入你们的生活 我的确是有看到有个灵魂伴侣即将进入你们的生活 我是看到就算你们想要退一步啊 想要躲起来啊 这个人还是会出现 这个灵魂伴侣是你们前世认识的一个人 然后我是看到就是 他就是你应该碰到的另外一半 所以我是觉得你们的感情 近期你们会遇到你们的正桃花 你们躲也躲不了 因为这个人会出现的 不管你再怎么躲 这个人会出现的 你根本都不需要顺其自然 因为你根本都意想不到这个人会进来 所以这个人我是感觉到 这个人跟你有同样的宗教信仰灵魂道路 或者家庭背景 总是你们有一些地方是蛮相近的 这是我感觉到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人 即将进入你生活当中的这个人 是一个爱情 一个情缘 一个正缘 这是我感觉到的啊 这个人是你们的这个 不错的对象 可是怎么碰到这个人呢 我是感觉到就是 人多的地方或者一群朋友 当中你们认识了这个人 这个人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并不想要跟你就是交往 他只是只不过是想要当你的朋友 然后他也是一个蛮公平公正的一个人啊 所以他对你跟对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你的身边的人啊 其实是蛮蛮一致的 他没有说什么特别对你好 或者对你一见钟情 然后快速的追求你 我是觉得你们会先从朋友开始做起 有没有可能有些人是在那个工作环境 就人多的地方啊 工作环境啊 有些是在学校 有些是在朋友的聚餐聚会 总之是一群朋友 然后这个 这个 你跟他碰面的地方 其实是你并不想要谈恋爱的一个场所 你遇到这个人 然后这个人会先从朋友开始做起 然后会先进一步了解你 可是他的出发点 并不是因为他想要跟你谈恋爱 然后我是看到就是这个人是一个祝福 他进入你的生活 其实是一种祝福 感情上面的祝福 所以我是说到此时此刻 他离你不远啊 应该是讲说就是不是你已经遇到他了 不是现在遇到他 不然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你遇到他 这个能量其实是蛮接近的 时间点蛮近的 他这个人蛮优雅或者比较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一个人 不管是男的女的他都比较优雅有教养 你会觉得就是这个人做事情还蛮冷静的 然后蛮公平的 他不会去偏袒任何人 他也不会去营造什么戏剧化的东西 你总觉得就是他散发出一种气质吧 好我是感觉到就是这个人呢 其实是你刚开始遇到他是这样 可是他实际上的个性 他其实是一个自动自发的人 他很勇敢 在适当的时候他还蛮凶的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是觉得就是他有竞争力非常强的一个人 他们有些人是当老板的 然后或者就是职位蛮高的 他有时候会指使别人去帮他办事 他下面就是有一些人帮他实行一些东西 可是问题是他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 他是一个第一个会先冲上前去完成事情的 他的上升太阳月亮有母羊座 可是如果要讲优点的话 他其实很会跟人家沟通 然后蛮多元化的 多才多艺的一个人 他这个人其实也有就是比较随性一点的一个一方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不喜欢这个东西 他也OK 他比较随性 懂得在最后一分钟 如果你不想要这个计划去实行这个东西 他也是可以更改的 他不是那种硬要就是完成一个东西的一个人 他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然后喜欢多元化 喜欢各式各样的东西 喜欢去尝试很会跟人家沟通 很会就是跟人家合作的一个人 他非常聪明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蛮懂得表达他自己的一个人 适应力非常强 然后跟人际关系也非常广 他有他自己的视野 如果要讲缺点 如果你真的想听一下 我要讲跟你讲的缺点 就是他脾气不好 有时候比较暴躁一点 比较冲动一点 可是由于就是他很会讲话 可是有时候他讲的话有点肤浅 就是好像为了要讨别人开心这样子 有时候他的话并不是真心话 当你实际上认识了解他之后 你会发现到就是 他有种对人 对不一样的人讲话有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他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交朋友的一个人 他就会跟你讲真心话 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只是不过是一个他见了没多久 就不会出现在他生活当中的话 他不会跟你声聊 可是他都会讲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 所以他是见人的 这是我看到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跑来跑去的人 比较活跃的一个人 然后他很会表达他自己非常有创意 然后非常喜欢就是谈恋爱 应该是这样讲 他是一个蛮不错的情人 他也有他浪漫的一面 可是他是一个蛮不错的情人 可是并不是花心的那一种 他喜欢出去玩 然后非常暖心 然后非常的自信 他其实蛮会搞曖昧的 可是问题是他其实是蛮亮眼的 他比较属于外相的一个人 然后可能有时候你觉得他有点自负或者自大吧 可是不管怎么样 他其实会有些人会觉得他蛮骄傲的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蛮多才多艺的人 沟通能力强 然后领导能力又在 然后又蛮有魅力的一个人 我是感觉到就是呢 你们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会遇到他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你会遇到他 这个人他有他的另外一面 他其实是知觉蛮强的 只是他很少给人家表现出来他的这一面 他其实有巨大的想象力 有一个很大的疾悲心 都能去权愈别人 很有巨大的同理心 可是他不会让人家看到他这一面 我是觉得就是他其实是蛮有想象力 然后灵性蛮高的 可是有时候他这个人有点假 可是这世界上就是有很多假的人 那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有时候你在一个状况当中 你不能就是表现出你真实的自己 他这个人是看人做事的 如果你这个人不真的话 他其实也蛮会当一个假人的 就是很虚伪的人 他就是跟你打哈哈这样子 根本都不是认真的 但是我觉得尤其是他在跟人家 谈事情的时候 我是觉得就是他不是在感情当中 是在他人际关系当中 好不管怎么样 他有他的这个想象力 然后很喜欢去做梦 发梦 他有时候蛮 蛮不切实际 他有他情绪化的一面 他其实是有梦想想要去追求的 他就会去追求 他觉得他的生活当中呢 其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的 他一直在不断的去探探索 去找寻就是不一样的机会 然后他试着去看一下 就是如果海外有机会的话 当然最好 嗯然后他 他是那种他愿意跟人家合作的 他其实是蛮会跟人家合作的 可是问题在于就是啊 这个国王的皇帝的排逆位啊 他有 嗯自负的那一面啊 我真正这样讲 他自负的那一面 他的脾气有时候不太好 然后他的控制有时候太强 然后他好像有时候会火山爆发这样子 所以他的领导能力强 可是他也有他的缺点 这是我看到的 每个人都有他们优缺点啊 可是他缺点就是他脾气不好 然后有时候就是 嗯我怎么讲讲解就是 你知道有一些老板啊 他们的脾气不是很好 然后整天骂员工的那种啊 对对对就是我讲的那一种啊 就是你你会觉得就是 尤其是他在他的事业当中 他骂人真的蛮凶的 好不管怎么样 我是觉得 他是那种喜欢效率 效率的人 如果我在他的事业当中 他需要赶紧去解决一个问题的话 他要赶紧他要见效 然后他传简讯给他的这个同事 或者职员那时候啊 他希望就是那个人是秒回答的 就是我传简讯给你 为什么你不要回答 你到底是在干什么 他是以这种口气 你到底要怎么去完成我这个项目 你到底在干什么 有一种好像脾气不太好的一个老板 如果他是老板的话 可是也可以代表就是他职位比较高 所以他可以这样是做 所以他的员工都蛮怕他的 他们在背后讲他的坏话 就是代表这个人真的脾气糟 然后整天只会乱骂人 这是我感觉到的 然后有时候就是讲了 就是只会指使别人啊 就是我感觉到 可是他并不是一个只会指使别人的人 他其实很会跟人家共同 他人脉很广 所以他才能当上这个位置 可是问题是他在管他的这个职位比较低的人 他其实是蛮恐怖的 或者就是控制力很强 脾气不好 所以在他底下工作的人 其实是压力非常大的 然后他这个人不记仇啦 就是我感觉到他这个人不记仇 他骂完了他也会忘记的 就是我感觉到 我不知道就是他身边的人 会不会记得这件事情啊 可是问题是你骂完了就拍拍走人 那种状况啊 他其实是有一笔钱的 这是我看到的 有一笔钱怎样进入他的生活 如果你要问就是这个情人的话 他行动力其实是蛮慢的 他行动力蛮慢的 只是他在工作的时候 他的效率非常快 所以我是感觉到就是你会先跟他当朋友 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当朋友之后 你们会就是透过就是刚认识就是彼此的社交圈 然后互相打交就是讲话 打交道然后做朋友聊天 开阔就是你们彼此的人际关系 久而久之就是你们的之间的爱情 才会有一个突破 这是我看到的 所以这个人刚开始你不觉得他是你的情人 可是他是你的正缘 刚开始这个人会先当你的朋友 然后会变成一个情人 好 我希望就是这个占卜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 我在这里祝你们一切顺利身体健康 OK 拜拜 好 选六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呢 什么人数即将走向你 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六号的朋友们 咯 这个人会透过简讯 会跟你联络 他们有些人会透过简讯邮件 有些会透过社交媒体 OK 我是看到就是呢 即将会有一个不是太好的桃花即将进入你们的生活 因为你们冲到第一张牌已经叫你小心了 这牌卡是代表叫你注意一下 就是一些红色旗子 就代表叫你注意咯 叫你小心咯 因为有些信息会让你烦泛 你会意识到就是 这个人其实不值得你付出他的太多的努力啦 这个人最好不要认识他啦 如果你认识他的 尽量不要跟他 OK 他即将会走向你 就代表你真的会认识他 所以尽量不要跟这个人一声聊 这个人 会很不尊重你 到如果你真的认识 让这个人进入你的生活的话 这个人会非常的不尊重你 然后如果你跟他谈恋爱的话 你连你自己也不会尊重你自己的一个状况 这个人进来你的生活 会剥夺就是你的一切 很有可能是他呼唤你 或者就是你们两个人是前世的因果 还是你不小心呼唤了一个不该呼唤的灵魂伴侣 因为总觉得这是你们的能量 你们在呼唤一个灵魂伴侣 只是 为什么呼唤到这个人呢 好 不管怎么样 你们要小心就是这个人 其实不太好 你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非常甜蜜蜜这样子啊 然后你会觉得就是他是你的唯一 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这个人 你不能没有他啊 总觉得就是有一种 谈恋爱的一个状况 可是这个人会传简讯给你 如果你们有另外一半的话 这个人喜欢你 然后他想要追求你啦 所以你要防范一下 这个人也不管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另外一半 或者你结婚呢 这个人就是 也另有一些意图啦 他会传简讯给你 会买礼物给你 会想要交换礼物 或者想要对你示好献殷勤 这是我感觉到的 他这些都是经过一些深思熟虑 然后他这些都是有阴谋 然后有计划的 他做的任何东西都是有计划的 这个人其实是思想蛮复杂的一个人 他非常容易烦躁 这是我感觉到 可是问题是 他会给你塑造出一个形象 就是呢 他其实是非常接地气 非常实在 非常现实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有效率的 然后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话 他非常专情 他对你非常有耐心 然后这是一个假象 可是实际上他这些都是一个谎言 他的控制欲非常强 你做到武功代表就是 他可能只是想要跟你发生性关系 或者短暂的一个男女朋友的一个状况 这个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 你们之间的关系不会长久 这是我感觉到的 因为武功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况 很多人就是在讲说就是 武功是男女朋友 是没有错 可是那武功只是男女朋友 他并不是长久的一个感情 长久的感情要看气功 不是看武功 武功可以代表一夜心 也可以代表泡友 也可以代表就是一个短暂的男女朋友 有这个人跟你在一起的话 这个感情不会长久的 所以才会武功才会出现 所以你需要留意这个人 这个人不是认真的 你知道火星 你知道火星的这个特征吗 火星是这样子 如果你画 其实他的那个符号 其实是蛮象征性的 像一个男性的性器官 所以他只是想要跟你发生性关系 我感觉到就是他只是想要发生跟你发生性关系 然后他行动力非常强 你如果你要问献殷勤啊 买礼物啊想跟你讲话 他行动力是有的 非常积极的一个人 可是积极不代表你要跟他在一起 这是一个给你近期留意的一个东西 你们有些人会透过社交媒体认识他 或者去透过朋友 三公代表朋友 也可以代表就是呢 也可以代表就是呢 兄弟姐妹亲戚介绍的 邻居或者在附近 你的邻里 附近的这个人 你认识了他 总之就是这个人真的不适合 你要留意一下 这个是对你 这个帐篷是对你的一个提醒 如果你们是单身的话 如果你们有另外一半的话 恭喜你们 你们就不需要就是跟这个人 有进一步的 可是你需要留意 就是这个人很有可能会跟踪你 他不管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其他人 他就是会追求你 可是你要小心就是 他其实是有一些欺骗的一个状况 你知道蛇牛说这个 他其实是有另外一个女人的 或者另外一个小王 可是他其实他的人际关系不怎么好 因为他常常欺骗别人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常常欺骗别人 然后人际关系也不好 感情生活也不是非常好 然后他其实不管是跟人家 起什么样的争执啊 或者觉悟什么样的纷争啊 其实都看起来很不太光彩啦 当然就是他从来没赢过任何的纷争啊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就是他的人际关系非常的不好 他造成很多人的伤 这是我看到 宝剑3 其实有时候也是指向就是三角关系 你又抽到三公 三公不是代表三角关系 可是你抽到宝剑3 我又变成三公 然后抽到蛇 又抽到这个 宝剑7 宝剑7代表就是劈腿啦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是看到很多的小三小王的一个状况 这个人不专情 要真的要非常小心这个人 这个人呢 其实他一直在想说 就是他感情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的选择 不一样的选项 在跟这个人约会 他其实后面有很多的备胎 所以你要小心这个人 他就算有另外一半 他还是会追你 他就算你有另外一半 他还是会追你 所以不管怎么样 如果他是女生的话 也可以代表他不追你 可是他会献殷勤 或者就是想要接近你 总是这个人真的不好 你们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就是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烂的桃花 有没有单身需要留意一下 好不管怎么样 这个百合的牌卡 代表性关系帮你带回家 然后你会觉得这是爱 可是问题是充满欺骗隐瞒 可是他一直不断的献殷勤 然后他很有可能有一个小三小王 这个账卜是在提醒你们 要远离烂桃花 这是近期的一个账卜 你们问近期是三到六个月以内 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要留意一下 好我希望这个账卜 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 我在这里祝你们一切 顺利身体健康 你们要注意烂桃花 然后离这个烂桃花远远的 OK 拜拜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号码7号的朋友们咯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什么人 是即将就是走向你 我们来看一下咯 如果你要问我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 等我一下 这个也是感情啊 可能你们对感情有想问的问题 所以 我感觉到很重的感情 是是是 感情感情 好我看到有一个人即将进入你的生活 即将走向你 这个人呢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这种 依赖性吧 他有很强的依赖性 控制欲 还有就是不能放手 这是我感觉到 他非常固执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非常依赖于你 可是问题是 他有他的优点 有他的缺点 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感情是好与坏 我不觉得就是这个感情非常好 可是我也不觉得这个感情非常坏 所以总之我感觉到 是有一种中间的一个状况 这个人是非常依赖你 控制欲很强 可是同时啊 我也看到 我也看到就是 其实他就是这个人非常好玩的一个人 你跟他在一起 你非常开心 因为他很会玩 很会陪伴你 然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蛮开心的一些时光 然后你跟这个人其实是蛮有默契的 有很强烈的吸引力 这即将会走向你的这个人啊 这个人并不是你的前任 这是我感觉到的 可是问题是 他也不是你的真爱 或许将来会变成你真爱 我不知道啦 可是现在目前为止 因为 有时候你们会开始怀疑 就是到底他是不是你的真爱 因为有时候 你还蛮喜欢他的 你蛮爱他的 可是有时候你蛮恨他 或者不喜欢他的 所以他有一些特征是你喜欢 有些特征是你不喜欢的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 你跟他有很强烈的吸引力跟默契 可是有时候你觉得 就是你们两个人 不站在同一条线上面 所以我是觉得 基本上你跟这个人 其实是一直在循环循环循环 在同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一直绕圈圈啊 我是觉得你们这绕圈圈啊 要讲说他是你前任吗 其实他也不是你前任 因为你们从来没有干净的断过 我真的这样讲 你们有些人会称他为前任 OK 可是问题是你们没有干净的断过 所以从某一种角度来看 他并不是你的前任 因为你们真的绕圈圈绕圈圈 可能只是一个假分手吧 不是真分手的一个状况 好不管怎么样 我是觉得就是 你们有些人是一个新的人啊 所以 这要看 可是我是觉得就是 你们 一直 吵架和好 吵架和好 然后 你会觉得 不能平静啦 可是同时 你跟他在一起和好之后 又觉得很好玩 然后又很开心 我不知道啊 我这种挣扎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 他是你的另外一半 他是你珍贵的另外一半 有时候你觉得 他好像不适合我 我不知道我非常的纠结啦 有时候有上上下下的感情 有时候你觉得就是他 其实你可以珍惜他 有时候你觉得就是他是一个渣 好不管怎么样 我是看到就是 你现在处在于就是 或者就是将来 你会遇到这个人 不久的将来 你会遇到这个人 那你总觉得就是这个人 好像是来欠债的 或者就是你们之间有一些 说不清楚的一些因果 可是我是觉得就是你们两个人 就是喜欢这样的感情 也不是你喜欢 只是你适应这种感情 你习惯这种 他的个性是这样 你的个性也是这样 所以插出了这样的火花 所以你属于就是我在投降 我怎样 你属于就是 我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状况 所以就这样子吧 好我觉得这个人呢 他上升太阳月亮 有天蝎座或者摩羯座啦 天蝎摩羯 天平水平双子座 金牛 兔女 我刚才讲摩羯座啦 对不对 对啦 就是这几个上升太阳月亮 有这些星座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是觉得就是他非常的认真 在他事业当中是非常认真 他在他事业当中是有一定的地位 然后非常有野心 非常的实际 非常的有他自己的传统理念 非常的聪明 懂得吃苦 然后成就 有蛮多的成就 这是我感觉到非常的能干 在他的事业当中 非常的接地气 然后非常的拘谨 他们有些人是老板 有没有些人是 在灵修的场所遇到他们 或者在医院碰到他们 或者就是去旅行的时候 遇到他们 或者透过宗教信仰 灵修场所 旅行海外 大学 遇到他们 你们有些人是透过事业碰到他们 可是我是觉得就是 你们两个人追求的灵修 灵魂目的是一样的 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这个人 非常具有吸引力 因为你们两个人 走着同样的灵魂道路 然后你们的这个想法 在某一方面是蛮接近的 所以你们会觉得分分合合 或者吵架又和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你们两个人 其实彼此插出的火花 是帮助彼此就是成长 那我是看到有一种 一直在绕圈圈绕圈圈圈 你们每次吵架的原因都是差不多的 点是一样的 一直绕不出来 好不管怎么样 你跟他发生的性关系 应该非常不错 然后非常的热情 这个你们有些人还没有遇到这个人 有些人已经遇到了 可是在近期 如果你们还没有遇到这个人 这个人近期会出现 这个人非常的 应该是讲说不是这个人 你们两个人非常的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激烈 非常的热情 然后很 应该是讲说 对彼此都有非常强烈的一种欲望 想要在一起的欲望 非常深刻的一个感情 你们两个人都蛮冲动的 在这个感情当中蛮冲动的 然后想控制对方 彼此彼此啊 所以这你们两个人才插出一种很强烈的火花 别人会看不出就是他是个这样的人 别人会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很会讲话 很会跟人家沟通的人 他其实有时候蛮冷淡的 可是他公私分明 他不会他别人以为他非常理性的 可是不知道他有一个非常疯狂的一面 这只对他的就是对你 OK 他只对你是这样子的 然后他非常在乎就是 赚钱这件事情 他的钱进来的蛮满的 不知道 他的钱不会说很多 近期啦 不会说很多 可是还是有一笔钱进来的 你们吵架的话 你们要复合啊 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要他跟你讲对不起啊 很难 当你们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他会选择跟朋友聚餐聚会 你要小心就是 虽然他不会跟这些女生在一起 或者这些男生在一起 可是他会跟这些女生男生搞曖昧 别人也会知道他有男女朋友 可是问题是 看到就是 这个人会带给你压力 你也会带给他压力啦 可是我是看到你们会互相传简讯 然后讲简讯的内容的时候也不太真实 不真实的内容 包括就是他在哪方面骗你 就是他的那种甜甜蜜蜜的简讯啊 是假的 可是他可以哄你 比如说宝贝啊 你是这世界上最甜的人啊 哎呀真是的 是假的 不管怎么样 他的那种暖性的简讯啊 或者比较甜过度的 弱麻的东西啊 都是假的 就是为了哄你 这是我感觉到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就是 什么人 似乎即将走向你的话 我是感觉到 有一个情人即将走向你啦 不管是你们已经 认识的人 或者一个新的人 可是我感觉到这个人 你们跟他的感情 会擦出蛮强烈的火花啦 尤其是性能量 你们的在 你们性能量在房间的这个 应该是非常的激烈的 这是我感觉到的 因为你穿好天蝎座 湿地 可是对于这个 你们会彼此拉扯的一个感情 好不管怎么样呢 我在这里祝你们一切 顺利身体健康了 OK 拜拜 敬請